我们再来举一些例子来看一下怎么样把函数展开成它的罗浪技术 那我们之前就提过 我们求函数的罗浪技术一般是用间接展开的方法来求它的技术 所以我们要对一些基本的函数它的技术表达式要比较熟悉一些 那我们再来求罗浪技术我们就比较熟 当然我们最用的最多的就是那么四五个函数 那我们第一个我们来看看 我们设fz它是等于z的平方加1除以3z的立方 我们将fz展开成罗浪技术 那我们来看 实际上3z它是在全平面除了不穷大处它都可以展开成立极数 所以我们首先z首先我们看到分子是z平方加1它已经是一个密技术的形式 所以分子我们不用管 那么分母 分母我们知道 3z它的展开是我们知道3z它是等于z减去3的阶层z的三次方加上5的阶层z的五次方 它是可以写成这是n从0到无穷大 是2n加1的阶层这是-1的n次 然后是z的2n加1是这种形式的 那我们看这是3z的立方 我们只要把z的立方 把3z里面的z用z的立方来代替 所以就变成z的立方减去3的阶层 那么z的9次方加上5的阶层 这是z的15次方 那么这个看起来 分母是很多项 分母是很多项 所以我们要把它变成密的形式 它是密的核 所以这个不是罗兰技术 那我们要把它做一个变化 我们在我们在这个后面这个分式里面 我们提个z的立方出来 然后就后面的分式会变成什么呢 就变成1减去3的阶层 这是z的6次方 加上5的阶层 这是z的12次方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这是z的平方 加1 好 乘上z的3次方分之1 那我们知道 1减z分之1 是等于1加上z加上z的平方 好 我们可以写成s n从0到5穷大 这是z的n次方 这又是一个基本的公式 所以这些基本的公式 我们要随手能写得出来 那么我们可以在 怎么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后面这些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分式 可以写成1减上什么呢 这是3的阶层 z的6次方 减去5的阶层 这是z的12次方 后面这些下 都是 我们可以看 后面这些下 我们可以看成一个整体 因为它们都是收敛的 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到 它们是收敛的 用一个比值判别法 我们就可以看到 好 那 我们就可以写成 这是z的平方加1 乘上z的三次方分之1 然后后面这些是什么呢 是1加上 好 整个括号 好 再加上整个括号里面的平方 整个括号里面的n次方 可以 具体我就不写了 那我们再把它展开 我们可以看到 好 就变成是 z的三次方 我们可以看 跟第一个下 乘起来 z的三次方分之1 再加上z分之1 再加上 后面这一块部分 至于这一块部分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并不需要知道它 是长什么样 这是这一部分是它的函数的解析部分 那么前面这一部分 我们叫做它的主要部分 我们之前讲过 罗兰奇数它的副指数项 是称之为主要部分 后面的是解析部分 解析部分 那么它是连续可导的 所以解析部分通常不是刻画这个函数的 刻画这个函数形态的这个关键的部分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要关心 它的主要部分是什么样的就行了 特别是在我们后面讲流数定理的时候 还会要用到这样的技巧 那么后面这你如果愿意写出来 当然说后面这个解析部分 你可以写出几项来 好这是第一个立体 那我们看第二个立体 我们fz它是等于 1加上z分之1 我们说 我们将fz展开成 z0 我们说等于i出它的罗兰奇数 我们说展开成i处的 也就是说它的像应该是z减i 这些像 就是它应该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看到这里没有i 那如果我们也如果要把它展开成在i处的这个罗兰奇数 我们就要对它进行变形 我们首先看fz 我们要弄z减i出来 我们就把它再写成 我们写成z减i嘛 那么这就要加一个i 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 我们其实有两种处理方式 有两种情况 也不是两种处理方式 我们第一种情况 我们把它写成什么呢 我们fz它是等于 我们是1加上i 再加上z减i分之1 它是等于我们写成1加i 提个1加i出来 那么这是1加上1加上i分之 z减i分之1 我们知道1加上z分之1 它是等于sigma 负1的n次 z的n次 这里要求z的模必须小于1 所以如果我们要写成这个样子的话 如果要写成这个样子的话 它必须是z减i除以1加上i 它的模长要小于1 它的模长要小于1 那我们可以看分母的模长是根号2 所以它只能在z减i的模长 小于根号2的时候 可以写成 可以用这个式子来展开 当然是利用1加z分之1 这种方式来展开 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 必须在这个范围里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1加z分之1 它的z的模长必须小于1 好 所以 1加i分之1 这是1加上z减i分 1加i分之1加i分之1 那么可以写成1加上1加上i分之1 后面这部分是sigma sigma n从0到无穷大 那么是-1的n次 乘上1加上i 这是z减i 这个n次 那么可以写成是sigma n从0到无穷大 -1的n次 1加上i的n加1次 然后再乘上z减i的n次 那么这个值只是 只是在z减i的模小于根号2的部分成立 那么如果说 如果说z减i除以1加i 或者说z减i大于根号2的情形 z减i如果大于根号2 大于根号2 那我们就要反过来 这是1加上i 再加上z减i分之1 我们就得把 因为1加i的这个 1加i它的模型就是根号2 所以我们把它提个z减i出来 那么就剩下就变成了 1加上z减i 这是1加上i分之1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 还是 因为这个时候 1加上i 这是z减i 这个模型就小于1了 好 那前面一项是z减i分之1 我们照写 后面这一项是sigma n从0到无穷大 然后是z减i 这是1加上i 这个的n次 然后再乘上一个负1的n次 所以写出来 实际上是就会变成什么了 sigma n从0到无穷大 负1的n次 负1的n次 好 1加上i的n次 再乘上z减i分之1 z减i的 那么这是n加1 这个是我们在球楼浪展示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要注意 它的这个收敛区间 收敛源在什么地方 它的收敛域 收敛源 或者是收敛半截 这个我们要尤其注意 那我们在看 在这里看到 小于根号2 它实际上 如果说z减i是小于根号2 这是一个解析的函数 它没有 没有负值数项 但是如果z减2 大于根号2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 所有的都是负数项 我们利用的 那我们其实在这里已经看到有三个 三个基本的了 1加z分之1 1减z分之1 和sin z 当然我们要知道 sin z cos z e的z次方 还有1减z分之1 1加z分之1 这些我们要随手能够写得出 它们的这个表达式 那这个这样的话 我们求罗浪结束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快 会比较方便一点 那么跟我们刚才 例二类似的 我们其实 例二这种 我们在之前讲过 z减1 乘上 z减2 那么那个立体里面 其实已经体现过 它在不同的收敛源类 在不同的这个圆环类 它的罗浪展示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第三个立体 fz它是等于1减z的三次方 然后是z减2 我们说在z等于1处 z0等于1处 展开成卢浪结束 其实我们看到它的做法 跟我们前面的立体是一样的 我们fz 因为z就要变成z减1 z减1那是分子 是1减z 所以我们可以写成z减1的三次方 然后这是写成2减z 但是我们是z减1 我们要换成z减1 所以是z减1的三次方 好 那么是1减上z减1 我们可以写成z减1的三次方 好 乘上1减上z减1分之1 那么这里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z减1的磨长小于1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利用这个 1减z分之1 这种方式去展开 也就是说把z减1当成一个整体 这个时候 那么z减1的三次方 乘上1减上z减1分之1 那这是z减1的三次方 乘上sigma n从0到无穷大 这是z减1的n次方 那这是z减1 它的磨长要小于1 那这个我们就直接就直接给出了 那么我们发现这是一个解析函数 我们说z减1 那么这是n加上3 我们都写进来以后 那如果说z减1的磨长大于1 那这z减1的三次方乘上 这是1减上 z减1分之1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磨长比它大 我们必须要它的磨长比它小才行 那我们就换一下 我们把分子分母 提个z减1出来 这是z减1的三次方 好 我们提个z减1分之1出来 那么就会变成什么呢 变成z减1分之1 再减1 那我们看 这个时候z减1分之1的磨长就小于1了 因为z减1的磨长是大于1 所以我们把它再换一下 就变成一个负的 z减1分之1和z减1的三次方 我们变成负的z减1的平方 因为这里要换负好 后面这个分子要换负好 所以变成1减上 z减1分之1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它的磨长已经小于1了 所以就可以直接写 利用我们前面的公式 就是sigma n从0到无穷大 那么是z减1分之1它的n次方 那如果我们要写成正数项和负数项 我们看n等于0的时候 这是等于1 所以是负的z减1的平方 n等于1就是再减去 z减1 在n等于2的时候 那么再减1 再减去 sigma n等于3的时候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这个1可以拉过来 我们可以写成 n从0到无穷大 然后是 z减1分之 z减1的n次方分之1吧 这是等于8 n等于0 n等于1把它单独列出来 那么所以剩下的部分都是负质属下 那么这个是它的主要部分 是罗朗基数的主要部分 那这是我们举的几个不多的罗朗基数的例子 当然我们要知道罗朗基数 它的求法 是利用我们已知的函数的泰勒基数 来求 实际上是 实际上更 到 到最更根本的就是 它的麦克劳林技术 因为在麦克劳林技术里面 我们如果说出现了 z减 z0 麦克劳林技术里面的z 我们用z减 z0来代替 就得到了它的泰勒基数 那罗朗基数 大家可以多练习一下 我们虽然讲的立体不算太多 但是基本的思想都差不多是这样 我们还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函数 它们的罗朗基数 它展开式 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展开式是不一样的 然后在不同的区域 我们也要注意在具体的题目里面 在不同的区域 或者在不同的圆环内 它的展开式 也是需要注意的 好 那这里的立体 我们就举这么几个 的话 那看到了 这么下iatric